大家好,我是Steven 我是SUNNY姊姊,一個在閉圈輔輔輔的女子 我們今天要幹什麼咧?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APA KINDLE 是GAME BY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一隻小羊拓的一個設定 首先要玩這個APA的話 你得準備一個電子郵箱電子信箱來接收你的驗證碼 再加上我提供的邀請碼,你才能進入內側 不要以為內側是沒有任何獎勵的內側 有排行榜1到50名以內,你有你可以獲得的獎勵 內側的獎勵其實還蠻豐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 第一名的話呢,是有100BUSD 等同於USDT啦 就是100U的以3000塊 我覺得不拿白不拿,但是要到第一名 那這邊有第二名是60U 第三名是50U 最爛最爛,讓你到50名好不好 你也都還有一個盲盒可以拿啦 身為一個戀友怎麼可以不知道他的回本週期呢? 來來,算給你看 喔有點大,對不起,我把它放回來 好,我們現在目前的話呢 這個收益表的話呢,大概是45天回本 聽起來好像有點久,但是這個是最非洲的一個算法 而且因為APA它本身是有想要走長期路線 它比較不會走哥的這一派 所以它是以一個長期穩定的一個慢慢收益去做發展 好啦,那重點也來啦 我應該要準備多少U才可以進場呢? 一隻NFT呢,是50U 然後它總共是需要三隻組隊 來打PVE或者是PVP 所以呢,你的入場 至今的就是150U 好啦,那前面講了這麼多 我也想看看遊戲的內容畫面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回到它的官方網站 註冊完畢了以後,它註冊就很簡單 就像剛剛講的,大家都會註冊 不會的話再到群組來問問 來,直接點這個左右右下方的一個網頁上遊玩 然後等待它的一個啟動 輸入你的郵箱密碼 OK,我的郵箱密碼呢,就長這樣啦 看不到 那等待它跑過來 然後這邊有這個齒輪 你可以把它選一下語氣 因為文盲,我看不懂 所以我把它換成中文 那這個呢,PVE PVP 還有一個家圓 這個家圓很特別 所以我們待會再去白皮書看看 然後這邊有三隻,這個是我幅畫號的 那PVE的畫面呢 其實到這裡 應該感覺上有點像什麼 等一下再給你看 這個呢,畫面很熟悉有沒有 很像SC啊 去年火紅的SC有沒有 然後這邊呢,有限速 1 2 3 4 確定,讓它打 我最喜歡這種速度的東西了 但它的PVP就不可以有限速這種東西了 它就沒有乘以4的這個速度了 好 那這個呢 很快 就是可以打完 那你需要靠你的智慧去配你的隊這樣子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屬性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天賦 好,看起來我是死掉了 好 好 看起來我是死掉了 登登 那我們回頭來講它的白皮書 白皮書呢在主頁這邊 下面這邊 黑色的羊駝上面有一隻 叫做白皮書 一樣我先把它切成中文 它叫阿爾帕王國宇宙 對 它是建立在必安鏈上面 然後它初期的話是產BUSD 其實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這個遊戲我自己會下去玩 然後也會在後期再做一個追蹤 然後這邊的話呢 然後就直接來看這個遊戲玩法啦 它其實就是要有三隻的羊駝 你需要組隊 然後它有六個身體部位 然後每一個地方你都可以去做 呃...加強天賦 這邊可以看 現在網頁下方都有 來 它有種族之分喔 它總共有天空 然後森林 毒 跟大地機甲 還有誰我沒講到 嗯 它有一個海洋 那這個的話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有時間段的部分 像我們現在 度制的時間是晚上 這個晚上的話 它分配在夜晚 然後毒跟海洋系列的話 就可以提高它的天賦 跟它的一些技能 讓你比較容易去打贏 那如果都是玩白天的朋友呢 就可以比較去練那個天空跟森林 好 下一個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繁殖 每一隻羊駝的話呢 可以生七次 你能生七次嗎 小孩的部分啊 好 那 你的話呢 可以看得到 假如說它有開放市場之後 那個羊駝呢 都可以在市場上面看到它生了幾次 如果它已經生過七次的話 它肯定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也可以這樣子去做判定 在市場上撈便宜 好 好 那 下一個的話就是我剛才講的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有那個家園機制的這個部分 家園機制是一個蠻可愛的東西 有點像 在養 挖土 那個叫什麼 種植 有熊大農場的感覺 你可以派你的羊駝出去撿素材 回來變成裝備給你 你也可以在圖裡面自己埋自己種 好 我的畫面呢 切回來到我的家園給你們看 我有種了一些素材 像這個是我之前住的霧金盒 好 然後我可以再放一個進去 我現在想要放紅色的這個木金盒 那你可以在它指定的時間再回來看 其實你可以放很多個啦 放三個 只是我之前沒有放這樣子 好 那再回來 代幣的部分呢 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個 代幣經濟 它有雙代幣喔 一個是APS 一個是ALP 然後它是一個 可以透過道 然後去體現2%王國的一個IP價值 這些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重要的是它前期產BUSD 不用換來換去 我覺得這個反而更划算 所以 投框進來的 我覺得更合適一點 當然這邊你還是可以自己看 我數學不好我就不看 那主要的話呢 是這邊我可以看得到它說 它之前已經 有過私募啊等等的這些 它效果其實 目前的話發展都還不錯 然後它的Twitter Facebook 電報這一些 也都還蠻有人氣的 那如果你自己有 想要來做投資 想要做Pretto 賺錢的話 那我也建議你 不要只聽 頻道的一個分享 當然是自己也要進去看才好 那在有內測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 就可以先 試試看這個遊戲 能不能玩 能不能賺錢 這個團隊的話 它是從2016年 就已經開始的一個遊戲工作室 那它看起來的話都是 歪果人當家 所以呢 這個實力上面的話 我現在目前是看不出來 但是我進去玩的話 其實真的就是還蠻需要腦袋的 它比較沒有那麼暴力 但它一樣是可以產U 如果說你想要玩遊戲 你的純粹 你的本質是想要玩遊戲 然後又帶有可以賺錢的一個 這個豐富度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就可以考慮這一款 但如果你單純就是要賺錢的話 這一款 它的這個回本 跟它的一個產U速度 就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好的 福利時間用到啦 這支影片的話呢 我會抽出五位觀眾 五位 五位有什麼好康的 就是五支NFT送給五位觀眾 一支價值50U 然後就等於說你入場的成本 就少了50 你只需要提出100 那這樣其實還蠻舒服的 好快活 那詳細的活動辦法呢 就參考底下描述欄的部分 那就祝大家參與廣經生活順心 拜拜